这个大胡子 号称地表最强的男人 打架从来没数过 一只凶猛的大宗熊 突然拦住了去了 胡子哥刚要动手 可身后的小弟 非得让他试试新的武器 胡子哥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 用苍蝇拍打熊 确实是不行 这是小黄儿军团 送走的第八位大哥 在他们还是个小黄细胞的时候 就已经继承了 专门坑大哥的优良喘动 他们看蓝胖鱼厉害 立马就认大哥 可嚣张了不到30秒 就被八爪鱼给吃了 八爪鱼这个大哥更快 没超过5秒 就被大嘴鱼给吃了 小黄儿们只认最强者当大哥 紧随其后永不分离 可一转眼 大嘴鱼就被凶猛的两戏豆给吃了 让小黄儿军团 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新大哥刚上岸 就被霸王龙一脚给踩死了 小黄儿们兴奋的发现 这种强者 那才是我们毕生追求的大哥 可就因为一根香精 触发了巨石 导致了霸王龙立马引起了杂技 还好霸王龙身经百战 一个大跳越过了障碍 然后及时的使用了一招 金鸡独立 算是勉强的控制住了局面 可耗性的小黄儿 直接就滚了下去 然后一抬头 撞了一下石头 就这样 地球的一代霸主 成功的命送了岩浆口 伤心归伤心 找大哥的路不能停 随后就来到了石器时代 他们找到了地球上 最强悍的男人当大哥 胡子哥平时打个熊 那都跟玩一样 可这回小黄儿非得让他 用苍蝇拍来打熊 就这样 成功的又送走了一位 后来他们又找到了古埃及的霸主 法老之王 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黄儿们把金字塔的设计图拿反了 导致了法老王一伙 瞬间团灭 随后 他们又来到了中世纪 跟随了黑暗最强霸主 吸血鬼伯爵 为了给新的大哥接风 特意准备了一份生日惊喜 就这样 伯爵见到阳光后 当场去世 再后来 他们又跟随了战无不胜的帝国统帅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还是发生了意外 成功的把自己家的统帅 一炮给轰死了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冰封避难所 在这里建造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园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没有大哥的日子里 小黄儿们都非常的郁闷 每天闷闷不乐 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这时凯文小黄儿 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他决定走出去 帮兄弟们物色一位新的大哥 然后带着独眼和小胖 踏上了寻找大哥的征途之路